看 这是啥 哇 卡油新品 没见过吧 你再看看 哇 这什么新品啊 哎 又一个没见过的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卡油最新的 奥特曼英雄集结 迷你橡皮人偶 橡皮人偶 不是卡片吗 嗯 准确来说它也是卡片 什么卡片 不会是R卡吧 那当然不会啦 不过 肯定是你们没见过的卡片 我打开给你们看看 首先是一本奥特曼英雄集结图鉴 这里面呀 有各种各样的奥特曼 只有图鉴吗 还有这个 哇 这就是橡皮人偶啊 这里面是什么样的 我打开看看 谁 哎 这是谁呀 贝利亚 没错 这里面除了橡皮人偶 还有一个新版的奥特曼图鉴 没错 我这里面的是这张 X皮卡 贝利亚 对应的就是贝利亚的人偶 好酷啊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吗 也不全是 因为还有隐藏款 分别是常规款的奥特曼人偶 和大隐藏 小隐藏 还有一个特殊隐藏 特殊隐藏 没错 就是特殊隐藏 而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找到特殊隐藏款的奥特曼人偶 虽然我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那简单呀 交给我 是塔尔塔洛斯 怎么是个怪兽啊 我好歹还拆了个贝利亚 你这运气太不好了 有没有可能塔尔塔洛斯就是隐藏款 当然不可能啦 一看就拆不出来 拆特殊隐藏款交给我 这是德凯 你也没拆出隐藏款呀 我这是奥特曼呀 好啦 我跟你们说 特殊隐藏款很难拆的 你看 我随意拆就是普通款的银河 这根本就不是隐藏款 那特殊隐藏款到底是谁呀 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见过呢 你看 又是太家奥特曼 太家 他应该不是特殊隐藏款吧 当然不 太家 怎么了 太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不就是一个普通款吗 不对 有特别之处 虽然 它不是特殊隐藏 但是 这个太家 可是小隐藏款 什么 小隐藏 对呀 它不是特殊隐藏款 它是小隐藏款 哦 原来这就是小隐藏啊 这个太家 看着还挺酷的 这个卡片也很酷 只可惜 这是最基础的隐藏款 不是特殊隐藏 那特殊隐藏款 到底是哪个奥特曼啊 是啊 特殊隐藏款 到底找什么样啊 我不知道呀 我也没见过 这不是你呢 真的吗 对呀 你可会没见过啦 就是没见过吧 谁呀 人才能来呀 是啊 佐蒜猫